國土區,我們依然現在的國土計畫 在今年的4月已經公告了 那處長 那這個案子 你們公告的內容是怎麼樣 大約講一下好不好 然後有一點很重要 對原住民的部分 有涉及到原住民土地 有沒有事先召開部落會議 依照這個原居法 21條的規定 你簡單說明一下 那我們總共是4個分區吧 先說明一下 請來打 謝謝主席 跟議員報告 本縣的國土計畫是今年的4月30已經公告了 那第三階段的話 就是準備化設那個工人分區的部分 是在114年的4月30之前 那化設之前 如果是原保地的話 你們是要到部落去說明 跟報告一下就是 這個化設分區的時候的一些說明會 或者是一些公開展演的資訊 這是必須要做的 那剛剛議員有談到一個 是不是要依照原機法召開部落會議 這個在原民會會閒內政部的時候 當初就有明白的函視 就是說基本上剛才國土計畫的時候是 還不涉及原機法裡面的部落會議 這是你解釋的齁 沒有這是內政部正式有行文 那你把這資料拿一份送給本縣 那你就是在那個要設定分區之前 一定要跟我們原住民的部分來好好的溝通 當然當然 因為另外我看了一下你們的公告計畫 大同鄉的行政區的面積不是640 我過去那邊服務的時候我們的行政區的面積是721 721平方公里 你們去對照一下好不好 你們這個引用以前這個錯誤的資料 那我必須要這個強調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建行原機法21條的話 這個就違反規定 這個我們是沒有辦法來認同 沒有辦法接受的 好不好 所以你們在確定那份區的時候 一定要到這個部落裡面去做溝通 這不要忘記 那個交通處 我們大同鄉幾個橋樑 那個櫻樂大橋 還有你一併說明 還有馬輪橋改建 還有那個韓溪橋的改建 這個進度現在是怎麼樣 你說明一下 來 修訂一下 副議長 那跟陳遠說明 那第一個是櫻樂大橋的部分 那交通部在今年有補助我們 因為這一條橋位於在集水區的 所以要先做環評 還要做環評 要做環評 那是要等到時 你現在 你不是前年可惜 那評估就結束 早就已經報工種了嘛 因為我們要做規劃之前 他要求我們要做環評 因為後來他化在集水區 他這個環評的條件是 他的這個整個範圍是超過五公頃是吧 他在那個羅東 羅東那個藍河宴的集水區裡面 沒有沒有 我跟你說齁 你要想辦法不要讓他做環評好不好 我們不是說要違反規 這個要規避這個環評 你看我們那個工造產 外聰明 他為了要規避環評 他每申請一次計畫就五公頃以內 你管政府在那裡聰明 這點你做不到 不可以做環評啦 做環評就不要了知啊 因為我們沒有做環評 後面要跟工種申請機會 你告訴我我們宜蘭的橋樑 哪幾座橋樑我在做環評的 因為他剛好就是在集水區的範圍 沒有啦 這是你們自己沒有辦法跟中央來對話 你們這個趕快跟中央去釐清 那個地方怎麼做環評呢 只是一座橋樑而已 沒有涉及到那麼大的這一個開發的這個範圍跟面積 你們當時的感應評估完全沒有講到環評這一塊呀 這個這個完全不能接受 來那個那個馬人馬人搶 我們的單位 我們是哪些操作的 我們是哪些操作的 deciding你們這則是哪些操作的 我們有開發發發的